本届一参大会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持续肆虐的背景下举办的 力争在三个方面颁出特色 一是形式创新 大会开幕式将于7月16日在福州举行 开幕式之后大会将转为线上举行 这是教科文组织历史上首次 以在线形式审议世界遗产议题 二是成果可期 本届大会实际上是一次加长版的会议 将审议2020年和2021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 包括45项世界遗产名录代审项目和258项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 相当于网界大会双倍工作量 三是活动丰富 本届大会期间各国将举办一系列的配套活动和编会 包括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的世界遗产青年论坛 世界遗产地管理者论坛 以及中方主办的八场编会